在錦中佔領區,有人懷疑將動物內臟 扔去壹傳媒主席黎智英,並且引發衝突 佔領人士和義工,同懷疑搞事的人互相推撞 有人聲稱甩屁,多個人被制服在地上 義工聲稱有人搞事,將多個人制服 並且用膠索帶綁起他們的手腳 有人額頭流血,情況一度混亂 警方到場了解事件,並且帶走多個人 昨天下午4點多,3個男人涉嫌將發臭的動物內臟 扔向在螢幕內的黎智英 黎智英拘捕被扔中,之後離開現場 警方事後拘捕5個人,其中2人是佔領區的糾察 民主黨的阿耀林和工黨的郭兆傑 致他們在公眾地方打架,清晨獲准暴釋外出 離開中區警察